日本防卫省官方网站发布消息称 日本海上自卫队10月14号将在位于东京以南的项目湾举行海上阅兵式 届时日本首相野田佳燕以及海上自卫队的高层都将出席 日本自卫队将派遣48艘舰艇45艘飞机参加 同时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将各派一艘舰艇参加 参演人员总计达8000名 按日方的说法海上阅兵式是为了提高自卫队队员士气 向海外展示自卫队的风采 也为了促进国际亲善和防卫交流 同时也为了让国民加深对自卫队的了解 但有分析认为 日本自卫队在中日关系敏感之际举行海上阅兵式 难免会有耀武扬威的意味 还有做出了一个在军事上秀肌肉的一个做法 日本加强对盟国方面比较紧密的一些盟国方面的联系 目的也是为了给中国一种姿态 就是说他的盟国比较多 那么一旦这个发生冲突的话 那么这个能够支持日本的 除了美国可能还有一些像这个新加坡澳大利亚这些国家 可能会在军事上直接予以一定的援助 那么这个也是同时给中国的一种压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